目前台湾不仅缺水 血库存量也需要大家玩起衣袖捐血 因此南投高商日前发起校园捐血活动 希望募集100多代血液 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而且感谢南钢福伦社再次投入响应合伴捐血 共同将爱心理念传达出去 南投高商为了帮助充实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存 尤其这一年来受到疫情影响 各地都有血液库存量遍地的状况 因此发起了校园捐血活动 号召社区以及师生一起响应 就是没有体验过 然后捐看看 然后就学校当好有活动就去捐 然后捐了射卷怎么样 很痛 就是对 下次还会来捐吗 还会 因为想说可以给社会 然后这样也蛮有成就感的 在我们南投高商举办这么有益的活动 让学生能够了解 如何做一个在大家认同的一个公益活动 还有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正常的循环 南投高商表示 4月初花莲发生了台铁太鲁格号事件 造成重大伤亡 若平时没有被逐适当的学医库存 急救过程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秉持着回馈社会的教育理念 带领着学生以实际行动来表达 我们也希望这个举动能够延续下去 因为这个爱我们要传下去 不是说学生离开学校就没有来做这个奸学 因为我本来其实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都不敢奸学 到当兵的时候觉得发现奸学也没什么 所以以后从当兵完以后只要有空 只要来奸学的话我都会参加 欢迎学生们一起来捐学 另外长期投入各项社区服务的南钢胡伦社 除了和学校合作 推动外籍交换学生的学习之外 从去年开始也投入合办捐血 共同推动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鼓励学生在缺血的时候 17岁可以捐血的时候就养成捐血的习惯 告诉他们捐血对身体好 而且还可以救助急难的人 当有人受伤急需血液的时候 这时候就派上用场 那希望送给他们一些纪念品 利用高三学生统策结束之后 举办这场捐血活动 学校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共募集了一百多代的血液 记者商清福南投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